Hello,欢迎来到PS小课堂 最近是端午吧 我们来做一个端午节海报 在视频结尾将会赠送免费素材包 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首先让我们新建画布 画布的大小就调为595比842 接着让我们选择的渐变工具 点击上方的小按钮 选择基础中的纯色填充 然后双击这个小线条 便会出现一个调色版 调节两个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从上方拉条直线下来 就可以完成两种颜色的渐变 接着选择画笔工具 点击上方的小齿轮 选择导入画笔工具 将素材包中6的画笔工具导进来 选择刚导入的画笔工具 选择创建新的图层 在新的图层中画一个6 接下来打开素材包 将需要的素材先拖进去 Common T出现天洁框 便可以调整位置 先将素材调整到你想摆放的位置 大概摆出一个形状来 看到这里啊 在上方的图层会掩盖下方图层 所以也可以通过拖动图层来改变摆放顺序 接着选择所有你想放进6的这个文件 按住Shift选中它们 然后呢创建一个小组 接着创建图层蒙版 按住Common选择6 在键盘上按住ShiftCommonI进行反选 由于我们想要6里面的东西显现出来 所以 我们使用前景色填充 按住Alter按Delete 因为黑色是隐藏 白色是显现 前景色是黑色 除了6以外的区域全部涂成黑色 接着我们选择卡康D取消选区 选择画笔工具 调整成柔边缘 进行一些微微的调整 通过之前讲述的几种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调整图层的顺序 使用画笔工具 善用前景色 黑色填充 或者白色显现 来进行一些微部的调整 具体怎么调整 要看自己个人喜好 我想要种子全部显现出来 我想要龙的头只显现出来 尾巴不显现出来 这些你都可以通过涂抹来完成 实在不行再多创建几个剪天萌版 就行了 好的 现在这个6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突兀 我们是时候调整一下了 点击6这个图层 选择下方的FX 也就是特效 选择界面填充 然后呢 双击这个小杠杠 接着点击下方的小方块 便可以进行颜色调整 至于怎么调整 占比例多少 那就看你自己了 随便拉拉拖拖 选选颜色即可 现在再给这个6的图层 装一点内阴影 这样会显得更加有立体感 阴影我们就选黑色 这里可以调整角度 这里是大小 透明度 自己看着调一下 好 走到这一步 该调的和调的方法 大家应该多学到了吧 这个海报的大致形状也出来了 久叉文字 现在让我们想办法加点文字进来 看看怎么调 我比较想让我的文字 出现在一个圆中间 就这个6 它中间有个圆 对吗 之前不是被我们调整掉了吗 现在我想把它弄回来 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又不想把其他的隐藏搞坏 很简单 用同样的方法 我再造一个组出来 接着呢 我用同样的方法选择6 再进行反选 然后呢 再次利用涂层蒙版的特性 进行隐藏 这次我不将中间的圈圈涂掉 然后稍微涂一下周边 把之前挡住的什么龙啊 之类的东西涂出来 完成以后 就可以将文字拖进来了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文字我们都是提前做好的 直接往里面拖即可 然后呢 卡蒙提出现定件框 就可以调整大小 还有位置 如果想自己加文字就选择文字工具 这个或者点T 调整颜色的方式为直接点上方这里 选择颜色即可 这里可以选择字体 可以直接调整大小也可以卡蒙提调整 在将文字都拖进来以后 可以点击卡蒙提自己选择调整一下里面的摆放和大小 调整到自己喜欢即可 除了文字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调部件 总之画面中所有的元素都可以用卡蒙提出现定件框调整 如果不能 那将它转成智能对象也能 走到这里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看看哦 今天还有点时间 那我再送大家一个方法吧 怎么使用形状工具 首先我们选择形状工具 选择椭圆形状工具 然后呢在画面上拉一个圆出来 椭圆工具拉的就是椭圆 要想拉正圆 你要在键盘上按住shift键 在这里我们选择填充 我们选择渐变填充 然后同样又是之前的那个小方块 这次再次还是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进行填充 有渐变颜色的圆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有这个可爱的形状了 我们就可以common t出现定件框 随意调整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还想给画面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 那记住所有的特效都在fx里面 你可以随便调整完 好的到这里我们也结束了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效率的 一张海报就教了大家这么多工具 以及知识点 用同样的知识点 大家也可以对自己的海报 进行各种各样的完善 举一反三也可以制作别的海报 所以我宣布今天圆满结束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看到了我会尽量解答的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素材包的领取方式为去instagram 在内建平台at我 并输入你观看的视频名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点赞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